居民医保退保现象日益凸显 自2022年底以来 中国全国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不断减少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一现象的背后涉及了多个因素 包括不断上涨的医保保费 健康状况较好的中年居民的不愿意参保 医保受益面狭窄等问题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最新数据 2022年底 全国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 较2021年减少了1705万人 其中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 下降了2517万人 保费的持续上涨 是导致居民医保退保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 个人缴费标准从仅为10元不断上涨 直至2023年达到了380元 20年间 个人保费增长了37倍 年均增长19.78% 这一趋势令许多居民感到负担沉重 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家庭 访谈中 一位农村女主人流下眼泪 表达了她家庭缴费困难的心情 她指出 如果保费能降低到200元左右 她愿意参加一保 但目前的费用 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 此外 中年居民的身体状况较好 也成为不愿意参保的原因之一 访谈中 一些中年人表示 他们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 不需要医保 因此选择退出 这一态度在一些大学生中也很普遍 他们认为自己年轻健康 不需要医保 但这也导致了一些人在突发疾病时 陷入了医疗费用的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医保受益面较窄 尤其是对于大病的报销比例相对较低 一些村干部反映 村民之所以不愿意参保 是因为他们觉得参保后虽然需要交费 但实际报销比例较低 不解决大病的负担 部分参保人认为 医保制度存在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应该提高大病的报销比例 高龄老年人的参保率也较低 原因在于他们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相对较低 同时一些高龄老人担心在医院生病 更希望在家中去世 他们不愿意参保 因为他们害怕生病后必须去医院治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医保参保问题需要更多的政策关注 有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实行强制参保 取消个人缴费 由政府全额补贴 但同时削减部分待遇 以及建立差别化的缴费政策 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 设定不同的缴费标准 加强学校在学生参保中的作用 也是一个建议 通过设置欠费项目 辅导员宣交 提高大中小学生的参保率 同时需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政策执行力 和征缴能力 以提高医保参保率 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居民医保的退保问题 涉及多个层面 需要政府 医保部门 学校合计层干部的共同努力 以确保更多居民 能够获得合理的医疗保障 参保人数持续下降 引发政府关切 近年来 中国居民医保的退保现象 日益凸显 这一趋势 引发了政府的关切 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显示 自2022年底以来 全国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 不断减少 较2021年减少了1705万人 其中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 下降了2517万人 这一趋势 引发了政府的警觉 因为医保制度 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到广大居民的健康福祉 政府部门和专家 纷纷探讨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有政策建议提出 可以考虑实行强制参保政策 类似于职工医保中的企业强制参保要求 将所有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居民 纳入居民医保的范围 这一做法 需要政府强化技术支持 确保所有居民都能方便地参保 另一个政策建议 是取消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完全由政府来补贴 同时削减部分待遇 特别是门诊待遇 重点保障大病 这样的政策改革 将减轻居民的缴费负担 同时保障了大病患者的权益 此外 政策建议逐步提高缴费标准 使不同地区的居民缴费负担逐渐趋同 以更好的反映经济水平的差异 教育部门也应发挥作用 通过学校设定欠费项目 加强辅导员宣交等方式 提高学生的医保参保率 中小学和大学生的参保问题 值得特别关注 他们是年轻人群中的主力军 如何提高他们的医保意识 至关重要 最后 政府需要加强基层干部的 征缴能力和政策理解 基层政策执行者 对医保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程度 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执行效果 因此 政府部门应该组织专门的培训 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知晓度 和政策执行能力 确保医保政策的有效实施 总的来说 居民医保的退保现象 需要政府医保部门教育部门和基层干部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和加强宣传教育 可以促进更多居民参保 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合理的医疗保障 提高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 中国居民医保参保人数的下降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 政府和专家们正积极探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研究显示 居民医保的退保现象主要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保费持续上涨 中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医保受益面窄 且不解决大病负担 高龄老人较低的医疗服务利用 以及商业健康保险替代等原因 政府和专家们正在积极提出政策建议 以解决这一问题 一项政策建议是实行强制参保政策 将所有为参加职工医保的居民 纳入居民医保的范围 位置于职工医保中的企业强制参保要求 这一做法需要政府强化技术支持 确保所有居民都能方便的参保 另一个政策建议是取消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完全由政府来补贴 同时削减部分待遇 特别是门诊待遇重点保障大病 这一政策改革将减轻居民的缴费负担 同时保障了大病患者的权益 政策建议逐步提高缴费标准 使不同地区的居民缴费负担逐渐趋同 以更好的反映经济水平的差异 教育部门也应发挥作用 通过学校设定欠费项目 加强辅导员宣教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医保参保率 中小学和大学生的参保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他们是年轻人群中的主力军 如何提高他们的医保意识至关重要 政府需要加强基层干部的征缴能力和政策理解 基层政策执行者对医保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程度 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部门应该组织专门的培训 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知晓度和政策执行能力 确保医保政策的有效实施 总的来说 居民医保的退保现象需要政府 医保部门教育部门和基层干部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和加强宣传教育 可以促进更多居民参保 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合理的医疗保障 提高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 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并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居民医保的退保现象 以保障广大居民的健康权益 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应对居民医保的退保问题 通过多种政策调整和创新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确保居民获得合理的医疗保障 首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降低医保的费用负担 为了解决保费持续上涨的问题 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采取阶段性的费用调整策略 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 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标准将保持不变 然后逐步提高以更好的反映地区的经济水平 这有助于减轻中低收入居民的负担 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其次政府还鼓励居民加强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 以减少医疗支出 一些地区已经开展了健康教育和疾病筛查项目 帮助居民更好的了解和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 通过及时的健康干预和疾病预防 居民可以减少患病的风险 从而减少医疗支出 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医保政策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通过在学校 社区和医院等各种场所开展宣传活动 政府帮助居民更好地了解医保政策和权益 这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医保意识 鼓励他们积极参保 同时 政府也加大了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和政策理解 政策执行者对医保政策的支持程度 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部门组织了专门的培训 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知晓度和政策执行能力 确保医保政策的有效实施 最后 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创新性的医保模式 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将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相结合 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 这种模式允许居民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医疗保险产品 从而更好地满足个性化的医疗需求 总的来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居民医保的退保问题 确保广大居民能够获得合理的医疗保障 这些政策和措施将帮助提高医保的覆盖率 保障居民的健康权益 促进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 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不断改进医保政策 以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 不断改进医保护